回答在天空的 只有我悲涼的呐喊 一人张少涵上星期一单对岸节目 和新人对茶呐喊全场嗨到爆 张少涵形成满档 但最近却爆出 一名微博账号明星经纪人六抄的用户 四号在微博上标注了张少涵 以及他所成立的天涵有些公司 写说年底了 麻烦张少涵老师汉贵公司 把我的服务费给一下吧 拖这么久了 还透露自己发微信 要求张少涵付钱 他却不回讯息 只好出此下策公开投赵 我本来就是一直都觉得 应该要把自己放空嘛 然后从零开始学 不过对于对方微博发文 张少涵以及他的天涵公司的官方微博 毫无回应 张少涵隔天还继续在自己 IG上宣传新专辑 粉丝们更是纷纷出征 痛批对方不配拿钱 有粉丝写说 很多宣传都是张少涵 以及团队自己发的微博 你们到底是帮了什么忙 竟然还有脸跑来要钱 个个帮张少涵护航 会要为浓厚 但其实张少涵出道以来就争议不少 六年前曾经因为拒付装潢包商的尾款 被告进法院判赔327万元 如今2020才刚开始就疑似被合作团队索讨酬劳 对此张少涵经纪公司还没有回应 但新的一年 新的开始 很多粉丝都希望 他可以赶紧解决这个麻烦 记者综合报道